没人知道那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刚刚美国加州传来惊人消息 清华沙西南正在急寿,两人豪宅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 这个房子是2023年4月6日两人婚后联名购入 当时价值200万美元,在黄金位置的豪宅 如今,两位勇敢的华人女经纪代理销售 虽然门牌号是恐怖的714 但是位置黄金,有大量的投资者喜欢 应该短时间内就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 而且因为目前雇佣的犹太律师价格昂贵 需要现金交纳律师费 目前犹太律师的主要辩护策略 就是男方有精神病,女方出轨 以及事业压力大,触发矛盾 导致激情杀人 最后清华男估计可以在几年后保释出狱 回到成都改名,再开始新的生活 只是不知道谁还记得那个勤奋可爱的吉林姑娘